那在没有移动前端转轴的情况下呢 它本身就是拥有一个F1.4超大光圈的人像拍摄镜头 大家都知道 50这个焦段本身就是非常适合拍摄人像 加上它可以拍摄小人国 微缩景观等一系列题材 所以让它作为你的日常挂机镜头 它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你尝试过移轴加上大光圈 拍摄人像带来的暴力虚化 相信我 你一定会爱不释手 那现在让你选择一只50毫米焦段的镜头 你心中有答案了吗 那么在最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波福利 本条视频在B站评论区留言点赞 最多